欢迎收看言说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一位特别的嘉宾 他的名字叫Jojo Jojo是一位心理咨询专家 也是一位校园施工的领导者 他在信主之后 不仅在个人生活上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也将他的专业知识 运用在侍奉他人的道路上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走进Jojo 听她讲述自己的信仰历程 了解她在校园施工中的经历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访谈 与Jojo一起分享她的故事吧 Jojo你好 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晨光学会做客 我们知道您平常是晨光学会的一名忠实的观众 也很高兴有机会 在这个平台上请您介绍一下 您的个人生活和工作经历的一些信仰见证 那我们知道在您成为基督徒之前 您出生和成长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 那从小到大也接受的主要是一些计划论的一些教育 那可不可以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呢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的信主见证是如何接触和接受基督信仰 并成为一名基督徒的呢 谢谢小元 如你所说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真实非常现实发生的一个事情 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可能会把我们家的这样一个背景定义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环境 我的父亲和母亲在他们接受的教育当中 其实从来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一个信仰元素出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那更提不上我在成长的过程 但是也并非意味着在我所有成长过程当中 跟信仰跟宗教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完全绝缘的 但也并非如此 比如说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呢 我的表妹她是已经在澳洲那边信主了 所以呢她到每年的暑假的时候呢 她会回来看我们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叫我一块出去 我们俩的关系很好 她会说表哥我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呢 她就会跟我来聊一些跟信仰有关的一些内容 其实那个时候我每次回家之后呢 我的父亲都会问我说 你跟表妹又见面了 我说对啊 他说那又聊耶稣了 我说对啊 我们俩就会用这种略带轻视的 有一些玩笑的 有一些不公的这样一个态度 去对待一些信仰的话题和个体 其实我现在想来的话那些感觉都立立在目 所以通过这些细节我能够感觉到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本人其实是有这样一种因子 是对信仰也好或者宗教也好 是缺乏一种敬畏感 缺乏一种亲切感 了解了解 这个其实也不陌生 像我们有类似背景的人群实际上都多多少少如果听到信仰 听到耶稣 听到基督教这些字眼的时候 大家的反应其实都差不多 对不对 一点没错 是的 到美国深造之后是正式接触基督信仰 并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认识的对吗 没错 因为我本人当时在本科读的是数学 所以我当时来到美国之后 这些逻辑的推理 它已经成为我的认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一种方法论 所以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我自己找了一个小本子 然后上面写下来说 如果有任何一个元素 有任何一个变量 它导致了中国和美国之间所有的不同 它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变量 那么它应当是什么 所以我在把所有的一些所谓的经济 历史 种族 地理元素 气候等等所有的条件都罗列出来 并且加以筛选之后 其实我当时自己得出一个结论 很可能是一个宗教元素 了解 实际上对您认识基督信仰 也起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帮助作用 我认同 那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说 在感性上您是如何突破这个 Leap of Faith这个关卡的呢 其实是当时我一开始去校园查经班 美国人办的周五晚上的 国际学生的校园查经班的时候呢 我会带着一些问题去 了解 但是最让我吃惊的是 当时这个校园查经班的主要的两位 这个带领者 他当时是University of Louisiana Leap of Faith的这个教授 一位是心理学的一个系主任 另外一个是化学系的这个系主任 他们两位都是基督徒 他们是在那个查经班当中专门的带领者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对他们这样德高望重 辈分很高 蛮有学识的这个社会贤打 有一种本能的一种崇拜感 换句话说 我可能会预期 我从他们这边会得到一些 非常具有权威性的一个回答 了解 但是让我最吃惊的是 我准备了一些跟基督信仰 跟宗教有关的问题 去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居然有很多时候 可以在直视我的双眼的情况下 就很坦白坦诚 直接的告诉我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所以他们这样对待这件事情 以及对待你的方式 让你开始感到非常的触动和震惊 对吗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验 一点没错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验 其实我如果很坦诚说的话 在最开始的时候 那并不是一种良性的体验 了解 我认为那是一种具有冒犯的感觉 就是我的第一反应是 你怎么可以允许你自己 说你不知道 了解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文化背景当中 所谓的要设定一种宝像尊严的 一种所谓的人设也好 一种社会的设定也好 它是希望你能够更加的强有力 更加的具有一种认同感 权威感 才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利益 所以这种感觉的时候 让我觉得我非常的陌生 我也不明白里面 他这种情感和行为机制背后的一种原因和原理 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反而是拒绝 了解 我觉得我被冒犯到 了解 了解 可以理解您的心理感受 那是慢慢的如何又开始意识到 实际上 我们基督信仰一讲多 讲到一个词叫做谦卑 那您是如何从这两个教旨身上 才开始第一次接触真正的谦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因为任何一个真实生活的 真实了解自己的个体 没有任何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会拒绝谦卑 只是说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渠道 在之前曾经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谦卑 了解 所以这是一个耻水之味的过程 了解 当一个人真正被谦卑对待过 当一个人真正的被关注过 平等的去回应过的时候 当他了解到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他能够感觉到自己有价值 这种对待的方式 我认为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最需要 所以实际上在您的跟这些真真正正 实在发生在您身边当中的人 何时产生交集 然后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 不同的释养和典范的时候 让你不仅是从理性上开始 觉得基督信仰 他应该做了一个真理存在 更加从感性上开始说 他是实实在在改变人的生命和生活的 对吗 意见没错 生命其实 它的这个反射弧是走在理性前面的 了解 当我身体被人这样对待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是正经 了解 我的第一反应是感 是 颤抖 是一种战经式的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 而这个时候我的大脑可能是停顿的 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了解 了解 你可能在理性上还没有办法清楚的认知跟解读 一点 这个过程 那信主之后的你 在你的工作生活当中 在个人家庭生活当中 又是如何产生一些根本的变化的呢 可以给我们举一两个不同的例子吗 在我信主早期的 2009年我回国做短宣的时候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可能是长期的我生活当中的一些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09年的时候呢 我印象非常深 我回我的老家 山东济南 然后在大街上走的时候呢 我的目的我都完全想不起来了 但我记得就是在一个很繁华的一个路口 然后在路过的时候呢 看到一位老太太 然后呢 她是这个 一位 这个收集回收垃圾的这样一位这个工作人 当时我记得印象非常深的 就是她有一辆自己的这个垃圾车 倒在路边了 然后呢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 我觉得我之前的反应可能就是直接走过去 我可能会很难关注那些 跟我自己生命没有任何关系的 即便有关 可能我也会权衡利弊 就是这件事情对我的重要性承诺 我很难想象说在当时那个场景 我可以放下我自己的事情 先去关注任何所谓的这些琐碎的小事 但是我那时候刚刚信主不久 09年的年初 我那时候刚刚信主 一年多的样子 我来路过这一幕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冲动 或者说一种本能一种感觉 是我在对所谓的这样一个崭新的信仰也好 或者我自己的一个全新的身份的一种回应 就是我大脑当中会出现的一句话 就是失比受更为有福 就是它是对我的基本认知的一个完全颠覆式的一种修改 了解 我不再把我自己放在一个接受者的一个位置上 在期待着别人能够为我做什么事情 而是转化为说我能够为别人做什么事情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跟老太太我就说 大妈 就是您需要我帮你把这个车翻过来 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对 因为我当时还学到了更重要的一种尊重 就是说你也不是说简单粗暴的 就帮他去把这个车连问都不问就先过来 所以真正的尊重是 首先你要去问他的意愿是什么 可能在世人的眼光看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弱者需要帮助的一个场景 但是你还是首先要想到了给他充分的尊重 取得他的认同和同意之后 再去给予一些他所需要的一个帮助 一点没错 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刻 我真正的成长 就是我不仅仅知道我应当做什么事情 我还似乎能够感受到了其他人的需要 他的想法 他的感受 所以让我印象最深的 其实是之后发生的事情 就是那位老太太呢 她听到我讲的这些话之后 她睁大了眼睛 然后有一种非常非常反常的这个音量 在大庆广众之下 在一个公共场合当中 指着我大声的说 快来看这个年轻人 还有人要帮我这样一个老太太 了解 所以我当时就赶快跑掉了 因为我觉得说 我还以为他要骂我 但是之后的话 我也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 反处的一种感觉 就是说 这个社会现在好像去伸出这样一个元首 做这样一个小事的人 多么罕见的一件事情 了解 您刚才也提到的说 基督信仰 对您个人家庭生活带来的一些影响和变化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是的 我和我太太呢 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吵架 然后吵架的时候 大家当然都不想先来做一个让步 都不想先自己去认错 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 然后但是在信主的之后呢 其实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能够在一个冷静的时期之后 能够以我自己的全新的身份 能够以这个我的主的这样一个教导来告诉我自己说 我个人的想法 我个人感受应该放在后面 我应当先要去照顾我的太太 她的想法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 有一些争吵之后 她可能生气了 就自己去睡觉 然后呢 我有的时候我就会轻轻走到她后面 然后呢 就帮她按摩一下背 然后就是 其实就很简单 就上下这样帮她按摩一下 所以这种变化其实是一种非常深刻的 但是它很真实的发生在生活的点点滴滴的 我相信观看我们节目的很多弟兄姊妹 也有类似的共鸣 因为实际上我们从圣经当中得到的教导 确实是在点点滴滴当中可以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 那也在生活和生命的本质上改变我们的个人 那接下来我们想邀请您再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您平常的专业领域是一位心理咨询专家 可是您又花费很多的时间做一些校园施工方面的工作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开始接触校园施工 然后又在这个方面致力投身将近20多年的时间吗 OK 具体的这个时间可能还没有那么久 因为我是07年年底信主 所以到现在满打满算15、6年的样子 这样一个契机的话呢 其实在当时的对我来说 我甚至完全还不理解这个施工的本质和性质 因为那时候呢我刚刚信主 然后就随着带领我信主的这个母教会 就一起参与到他的施工当中去了 其实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 那是我信主的母教会 当时刚刚开始尝试做的第一件校园施工 国际学生施工 他们是一个美国教会 他们受到感动 受到护照 开始在校园里面开办一个国际学生查经班 所以在那样一个契机当中 我是所有的这个第一批参加他们的这个国际学生当中的 唯一一个中国人 而且是所有学生当中第一位在这个查经班当中信主的 信主之后 我也相当于成为了第一位就去直接加入服饰的出属的国子 就开始跟他们一起同工了 我甚至在那个时候都不知道我做的就叫做校园施工 了解了解了解 其实您是校园施工的一位直接的受益者 可以这样讲 感谢主 那目前您所服饰的这个校园施工的机构 他们的主要工作目的是什么 您在这当中配奉什么样的一些角色 这个机构它的全称叫做China Outreach Ministries 有外中华校园施工机构 然后我们机构的这个model 是把基督带给中国未来的领导人 了解 所以很多的我们的同工也好 或者我们接触的学生也好 他们会有一个最初的这样一个印象是说 听你们这个model好像是不是你们先要去寻找筛选 哪些人会成为中国未来的这样一个领袖领导 然后你们再把这个福音传给他 然后其实我想做一个澄清的事 或者是一个解释的事 我们的神学理念其实恰恰相反 我们认为我们会把基督带给每一个 还没有听过他名字的年轻的学生 只要这个学生他听过了福音 他认定耶稣基督做他的救助 并且参与了这个门徒的训练 并且尾身在这样一个福祉当中 他就会自然而然的从身份上 一定会成为中国未来的领袖 所以我们认为领袖这个词他与能力无关 但是与身份有关 了解了解 那您在过去的校园施工当中 有些什么特别的经历 或者是事件给您印象特别深刻 或者让您感到特别的骄傲 或者是自豪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一位男生 他当时用他自己的gap year 来到了美国来学习来创业 他在这边我们传福音给他 他也信了主 带他回到中国去之后 就像我们接触到的这几百上千的学生 他们进入到了自己的生活 这样一个节奏当中也一样 就觉得会自动的就疏远了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年之后 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在达拉斯的一个早上 阳光明媚的一个商务 突然收到一个86的一个手机的这个号码 但我接下来之后呢 电话那边是说 是周正吗 那我是某某某 我说哇 我的这个大脑就很难 就是在时空转换上面 能够把它联系起来 我会说 这个好久没有 没有没有你的这个声音 这个我们接消息了 那你最近能好吗 那他说很好很好 我现在打电话给你的其实是有一个蛮紧迫的事情 我们现在正在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查经班的这个 这个时刻 对这样一个学习的一个时刻 然后我们现在讨论的非常非常激烈 讨论的就是关于预定论和阿尔明尼这样两个神学观点之间的这样一个 差别和异同 我当时觉得我非常非常吃惊 因为他的画面感有太多太多的这个违和在里面 因为我当时是在达拉斯的一个上午 有12个小时时差当中是中国的夜晚 在一个窄小的闭色的阴暗的这样一个家庭教会的这样一个场景当中 人头传动 大家为一个神学观点激烈的这样一个讨论着 所以这种场景其实有很强烈的一种画面的冲击感 对我来说 尤其是他打一个悦阳电话打过来 然后讨论神学的问题 其实这样一个神学问题 我有很多的机会 不管在教会当中 在主日学里面 跟学生们都讲过很多次 但是这样一种特定的场合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稀少 在那个时候我真实的可以体验到在信仰当中 没有任何的界限可以把任何的两个肢体都会分开 那未来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 在校园施工的这个角色当中 因为现在的时代 然后环境的变迁 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特别的挑战吗 因为我的所有的服饰的经历都是在北美这个地区 在15年的这样一个服饰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看到了北美华人校园施工的这样一个短暂的一个变迁 因为我本人的经历 我的资历也没有那么的长久 能够看到更远的事情 所以在有限的我个人的这个经历当中 我能够看到的其实有很多的变迁 首先最主要的一个变迁 就是学生施工的这个主体 也就是学生本人 他们的组成部分 相对来说在这些年当中变化非常非常大 层次感 他们的背景 他们的挣扎 他们的挑战 他们的需求 他们的个性 在短短的十几年当中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剧烈的一个变化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在零几年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可能一年当中就只有个位数的中国学生 新生来加入 我那年就只有十个中国学生 五个人读数学 五个人读工程 大家互相逗认 一点没错 大家吃饭也在一起 打拍也在一起 然后看电影也在一起 那么但是现在的话 在一个中型或者大型的 这个美国的大学当中 可能每一年新来的中国学生 可能会达到几百甚至上千人的样子 同样的这个组成部分 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月前 它在组成的背景的这个复杂性上面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 我们在这些年当中 其实看到很多 甚至有的时候 让我们会有难言之隐的 复杂背景的学生 有的时候有一些 甚至在一些边缘的活动当中 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 也让我们非常非常有所顾及 了解 周周我们也知道 您其实本职工作是一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是怎么有一个学数学专业的 一个科学工作者 变成一位心理咨询师的吗 其实当时我并没有为这样一个工作的职责 有非常多的这个时间的一些负担 但是让我很吃惊的 就是在这个教会的服饰的过程当中 我突然发现当我们开放家庭 然后准备好了晚饭 我的太太会准备一份晚饭 然后教会当中的会众 来我们的家庭跟我一起来聊天攀谈的时候 时间似乎过得非常快 我们有的时候会开放家庭 是从晚上六点钟开放家庭 当我们聊完之后一抬头看表 发现已经到了午夜十二点 我们完全不知道这六小时的时间是怎么过去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似乎很多的会众会一致性的给我有一个反馈 他说我们似乎觉得跟你在沟通交谈的时候 非常放风 非常容易信任我 他们也非常容易敞开在我这边来跟我一起分享 我想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会有一种本能的倾向 我会非常的想要去了解这个人 我会觉得他的生活 他的一点意义的想法 他的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眼神和动作 都有无尽的信息 在吸引着我 让我想要去倾听 了解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种单纯的一种吸引我的这样一种动力 我想是植根于我在做咨询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了解 成为基督徒之后 您的身份是双重身份 一个基督徒背景的一个心理咨询师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 基督信仰本身的建立基督信仰的价值观 是如何应用和指导在您平常的日常工作当中的呢 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咨询师在要开展咨询工作之前 先要进行树立的 其实是他自己的 在选定自己的approach 一个技巧性的一些方法论之前 首先要确定的是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定位 或者说他自己的一个认知体系 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基督信仰对于我来说 其实他不仅仅是在工作当中 在每一个细节对我进行指导 他更多的是 首先引导我这个人 他能够让我来摆正每一个位置 让我在心思意念上面能够捋顺 有一个清楚的坐标 然后在所有的细节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才会更加 这个去延伸的影响到我 会使用哪一种技巧 我觉得如果举一个最清楚的例子的话 就是基督徒的这样一个身份 它可以永远帮助我 有一个清醒的世界观 有一个清醒的人 就是我们叫做 humanity或者apologetics的这样一个角度 让我能够理解说 我到底应该把每一个人定位在什么地方 如果这个人的坐标不清晰的话 那么我讲出来的每一件事情 做出来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带有误导性 了解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分享一下 我知道您也是成光的忠实观众 那您是如何接触成光 学会这个频道的 那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初步印象呢 成光是我的老朋友了 对不对 因为成光如果是作为一个机构 或者组织来说的话 那么很可能它是一个很 这个听上去似乎是一个遥远的一个概念 但如果把成光聚集到他的初始的四位同工的话 那么其中他们的三位 其实都跟我是同学的关系 非常有渊源 一点没错 所以在很早的成光建立的初期 我们在做很多的一个初步的沟通的时候 我就非常非常认同成光的很多的一个观点 以及他所处的这样一个位置 所以我想成光对于我来说 他不仅仅是一个机构 或者说是一个所谓的一群有共同意向的基督徒的一个组织 一个架构 他对我更重要的是 他把我自己心里面对于基督徒所站出来 所入室的一个样式 能够清清楚楚的建立出来 这一点 他的一个呈现 一个很真实的呈现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认知 感谢您对成光这个平台的肯定和激励 那对于未来成光那些发展方向 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呢 我的观察是 其实成光正在做的事情 似乎很难在我们当今的其他的机构当中 或者说是平台当中能够找到类似的身影 即便能够找到类似的身影 我觉得也并非像每一个机构都可以像成光一样 在程度上面可以有这么的深厚 所以我想 其实成光所承担的是一个开拓者的一个角色 在开拓者当中 每一个开拓者都要在面临的一种挑战 就是遇到的问题 是没有办法向其他人所借鉴的 这既是成光的挑战 也是对于成光的一种殊荣 我觉得我本人的一个祷告 并不是成光在每一个决定上面都是正确的 但是我希望成光在每一个决定上面都是前辈的 了解了解 谢谢您对成光的这么重的一个评价 我们也看到了信仰在您的个人生活 以及之上当中了 起到的一些非常卓有呈现的一些影响力 愿上帝继续祝福您手中的工作和服饰 能够帮助到更多其他的人 感谢您 谢谢小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